挖掘剑 贩斗车 大货车 运输车 你们全都下去玩吧 真是有趣太有趣了 奥特曼都出去打怪兽了 光之国没有人可以阻止 我干坏事了 我要赶紧离开这里 千万不要被发现了 贝利亚居然把工程车扔到了马路上 然后就直接溜走了 在散步的小猪佩奇和小赛罗 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哎呦小赛罗你快看呀 这个贝利亚又出来干坏事了 工程车全都被他扔在地上燃起了好大的火呀 整条马路都被堵住了 该怎么办呀 佩奇你在这里等我 我靠近一点看看是什么情况 哎呀我不会是眼花了吧 工程车们全都堵在了马路上燃起了这么大的火 实在是太危险了吧 要是继续燃烧的火大桥 可能都会被烧毁的 我要赶紧想办法才行 佩奇你待在这里千万不要靠近 我现在去找消防员来帮忙灭火 我爸爸他就在附近巡逻 他肯定有办法的 小赛罗焦急的跑出去寻找他的赛罗爸爸了 他跑了好久好久 终于在路口找到了正在巡逻的黄金赛罗 还有消防车 赛罗爸爸大事不妙了 刚才贝利亚又跑出来干坏事了 他把工程车全都扔到了马路上燃起了特别大的火 马路也被完全堵住了 佩奇还在旁边守着呢 您赶紧去灭火吧 哎呀为什么又是这个贝利亚啊 居然三番五次的跑出来干坏事 这次更过分把工程车扔马路还导致了火灾 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小赛罗你们表现得也很勇敢 不愧是我的好孩子 放心吧 我现在就过去把火灭掉 赛罗交代完事情后 开着消防车迅速赶过去 消防车来到目的地后 第一时间开始喷水灭火 经过半小时的努力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太棒了 赛罗下车对现场的情况进行了查探 破坏实在是太严重了 赛罗立刻拿出手机给警察打句电话 喂你好 我是泽塔警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泽塔徒弟啊 我是你师父赛罗奥特曼 贝利亚又跑出来干坏事了 他把工程车扔在了马路上 燃起了大火 然后就逃走了 你赶紧去吧 他抓起来吧 你不能再让他干坏事了 好的赛罗师父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们肯定不会让任何一个坏蛋逍遥法外的 泽塔挂断电话后 开着警车就追赶出去了 没一会儿他就来到了贝利亚前面 泽塔立刻下车把他拦下来了 贝利亚你别想逃走 赶紧跟我一起回警局去吧 今天要把你绳之以法 就凭你啊泽塔 你可真是不自量力 本大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轮不到你来管我 赶紧给我闪开 贝利亚你在光之国搞破坏乱扔东西干坏事 我们绝对不允许这种行为出现在美好的光之国 你老实点吧 就凭你这个没人喜欢没有能量的奥特曼 还想抓住我 别做梦了 扯我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要把你抓起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犯了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要把你送去警局 贝利亚被泽塔抓起来绑在了警车上 随后便开着车子往警局送去了 坏蛋终于被抓住了 太棒了